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10块钱买的鱼巴啦 小蒋 嗯 悬 撞死了 刚刚是谁10块钱卖给我的 气死我了 真难吃 蹬不住了 我看谁敢进去发评论区 要是全蛋蛋早都知道 小蒋吃丑鱼上吹牛下鲜 那可太变面子啦 你们还记得来找我复合的大傻蛋吗 今天贾哥人急开局就在巅峰挂机 没想到现在巅峰还真有暖心蛋 怎么不是抱我吗 真是大傻蛋 好 你俩双双 被原来以前的回忆都是假的 回大厅后大鼻嘎就给我发来了消息 这样啊 那我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俩双 现在除了我和大鼻嘎 所有人都不认识你了 敢不敢挑战我的老六王图 挑战成功给你颗10个响头 恢复大傻蛋记忆 请送你个龙龙车 我都根本没人报名吧 这可是你说的我都录下来了 磕头大傻蛋都不重要 主要是龙龙车 就是这场地图啊 开局就掉下来这么多五分豆 过关经作者给的五分豆 我要把这些五分豆留给 一直在身后支持我的宝贝们 不是 怎么吃完还差五分呢 幸亏我眼睛亮 这里还有两分 这个老六作者豆都放得比椅子还大 我大头你可以被杠本进不去 去看看楼上有没有缩小药水 咋就一宝宝蛋啥都没有 难道是要带他去指定的位置吗 这头上的宝宝蛋长得和大神探怪像的 妈妈带你去指定的位置 没关系没关系不慌失败乃成功他爸 没开一度 没开二度 没开三度 这娃真难带 丢了不要了 这回有了缩小药水两分豆 我来咯 这豆的速度给江士博士吓掉大牙 咋还差三分 倒是要抱这个宝宝蛋去另一条路吗 我那个倒老六作者 怎么还有火箭追着我屁股跑啊 搞得我好紧张 快快快快快 跑得也是成功掉下去了 宝宝蛋听话 去开机关 没了直接拿江士博士踢上 两分豆我来咯 还差最后一分 嘿嘿被我发现了吧 在屋顶上 屋不上去的话只能找箱子了 哪里有箱子呢 天助我也这么多箱子 江士博士你的龙龙车送定了 下去看看咋这么高 老六作者还说不是很高 一会儿不会让我垫上去吧 宝宝蛋放筐里触发机关 没办法了 老六作者大家为我加油 九九八十一次都没成功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我直接跳下去的话 江士博士赶紧磕十个响头 还有龙龙车 你小蒋居然过关了 你以为我会信守承诺吗 老头宝贝斯金问我 和大傻蛋是怎么认识的 是 他是个S6赛季的冬天 我是一个花心蛋女海王 大傻蛋是蛋贩子中的天使 他和其他蛋贩子不一样 虽然瘫痪 但会拿钩子偷偷拯救 被抓来的蛋仔 有天我泡完帅哥 结束甜蜜双排 在岛上挂机 回来时竟看到大傻蛋 在我身边像个英雄一样 你走 快走 那会儿是我跟女海王 第一次对男蛋心动 女海王刚刚竟然救了我 后来用小号开的 单排颠分凤凰赛 竟然匹配到了他 可能这就是缘分 第一次破坊 原来蛋仔也有暖心蛋 不是 他有个傻蛋过来抱我 还给我送了个超级起步 现在的敌人都伪装成队友 我放松警惕 想在决赛反击吗 你一小子还想抱我下去 没那么用 又给我送了个起步 别以为现殷勤 我决赛就会帮你 第二关 怎么是我最擅长的辛苦 这滑雪的姿势 帅的嘞 看我操作 我是第一 直接甩你们三条街 我就说滑雪 还有谁呢 我靠 这是什么星星bug吗 你告诉我 为什么滑雪还会卡墙角 这是刚抱我起步的大妈 哎 你救救我啊 没想到第三局 他又给我送了个超级起步 好的比我快 还会转个身来等我 不对不对 一定是我的错觉 应该是某个没有脑子的人机 简单过关 今天这人机傻蛋怎么也赢了 这姿势怎么有点奇怪 关怀念不了一点 我个疯狂平静实力 也是来到了决赛 这张星图 我刚昨天训练过 我就问你们有什么实力 谁能比得过我 不是这黑蛋不是机器人吗 怎么也怪厉害的呢 不好意思 本小甲会双刀 直播间的猜忌技术 可都是我装大 这才是我的真正实力 不对 谁这么厉害 才开军十秒 就只剩三个蛋了 等等两个 看来是遇到对手了 爸爸 专都假都 看把现在的敌人 都伪装成队友 想打感情牌 我就说嘛 没有一个好蛋 等等他要干嘛 这是给我让机 这不是之前救我的蛋饭子吗 要是他还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牛肉娃 你们遇见过有人凭 不消失吗 那场对局结束后 我居然在好友列表 搜索不到我的前男友 难道他真的离开我了吗 但奇怪的是 我去找他的家人 他们居然表示 没有消费这个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不断地去问粉丝 你们还记得消费吗 记得的宝贝们 扑一不记得扑二 难道没有一个人记得吗 我询问他问题 他居然说我吵 这怎么能忍啊 难道我穿得很土吗 老娘背包衣服贼多 知道吗 就在我准备怼回去的时候 一个穿着五桶的蛋 走上来就是给他一棒 还在我面前耍帅 我去还有摊摊车 拉分的嘞 居然还是个帅哥 男女的朋友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这不会是我前男友 小北开的小号吧 不是吧 连平时低调穿的衣服都一样 肯定是他放心不下我 浅浅试探一下 然后他就说他23了 这年龄怎么跟我前男友 一模一样呀 还有这该死的保护欲 我更怀疑是小北开的小号了 然后他说他有双牌 那我就露一手吧 姐机快妹的技术 可不是盖的 哇一大堆甜甜圈 快快快 终点我来了 我直接开个滚重 队友 我队友呢 队友快场 我已经快到终点了 好的 我也快到了 我也到了 我也到了 请你们相信 绝开妹前期是无敌的 你到哪里了 在路上 离屯宫只唱一步之遥 啊 这是 OK我现在是第一 这种关卡简简单单 最后直接来个冲刺 啊 你已经过关了吗 没事 我很快的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是有什么信誓吗 感觉这个加油器不好使 等等 我好像忘了 我手上有勾爪 算了 还是得靠我 直接被炸飞天铺的 咱们一起快点 怎么样 也是把第一名拿下 哇 加油 我们现在是第一 你都是滑 好 那我滑一下 你是认真的吗 那再滑一下 哇 我们被炸飞咯 最后决赛了 让我来露一手 赢了这局 我就能变成 冲锋的 嘿嘿 小向 你是自己下去 还是我给你打下去啊 有何 没下去 看我怎么收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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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 等我反应一下 拿个咸鱼 小向 你不讲 我都直接开炮 我要反击 有个猪队友 是什么体 看我的一个双刀 打他下去 直接带你夺冠 他很厉害 而且他的身影 实在是跟我前的 有太像了 那是我来到他的岛屿 请起往事 想试探他一下 他愣住了 果然 他不是小北 就在这个时候 居然有一个 穿着一样的蛋 走到我面前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难道 他是小北吗 呃 看着不像 糟了 糟了 还没叫我宝贝 宝贝在干嘛 我才妈睡了吗 宝贝在干嘛 为什么没回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黑胖的小懒 带了个变形术 这是我第一次玩蛋仔 技术差 还请见谅 小狗 击闭你 哎 盖死的水波蛋 你给我等着 君子报仇时间不完 好你个小熊 你要救他是吧 该死的你给我等着 拿个弹板 你们一起下去吧 你在看什么 我醒醒 你看了吗 下去 索性目标 鸡快妹 天我啊 下去 粉黄蛋也不过如此嘛 最后黑胖俱乐部 欢迎你的光临 我是黑胖的小懒 期待你的观众 吃小奖 今天在大厅吃大猛货 你们还记得 那个偷偷给我 让冠军的钱 哪有吗 高考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和小北相处的 最后一天 考完了吧 小奖我接你回家 奶奶 哎呦 我家孙女考完了 走咱回家 奶奶给你买了大西瓜 大傻蛋 你可以不要跟奶奶 一样离开我吗 只想我奶奶了 奶奶 她没在家吗 高考的前一天走了 写作文的那一刻 我的手都在抖 考不下去 为什么他老人家 不能看到我的成绩 在走呢 还记得 小奖啊 快看 这个西瓜大 奶奶对你这么好 长大了 怎么犒劳奶奶 我要带奶奶去坐飞机 哦呦 全世界 好好哦 小奖带我遨游世界 我在一旁教小奖唱歌 黑黑的天空 地址 奶奶唱歌真好听 奶奶 爸爸妈妈又吵架了 小奖乖 大人的事情 咱们小孩啊 不要管 明天我就去教训他们 奶奶 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当然 永远 永远给你种西瓜吃 想吃西瓜了 就尝回来看看啊 好的奶奶 奶奶 你年纪大了 不要再干农活了 这么累 奶奶赚钱 给你买西瓜吃 我身体棒着呢 奶奶 你别吓我 对了 什么时候带你男朋友 回家看一看啊 哎呦 还真带回来了 这小活好啊 再过几年 你俩生个大胖小子 奶奶前几天 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就 说来花场 奶奶 我来看你了 我唱歌给你听 黑黑的天空地 说好了 我带你去 好游世界的 小蒋啊 别担心我 明天好好考试 考个好大学 将来 将来啊 跟萧北生个大胖小子 奶奶一直在 你看天边最亮的那颗 就是我 会一直保佑你 萧北呢 看 奶奶就是最亮的那颗 所以咱俩能好好的吗 你们不要跟奶奶一样离开了 对不起 以后那颗最亮的星星 旁边就是我 萧北 萧北呢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怎么可以都来骗我 不是说好了不离开吗 萧北 萧北我知道你在这里 你怎么没有事啊 会的 我们的爱情就像一个鸡杀 你真的不牵挂 还坐上了她的宝马 对话 对我不敢回答 会想问你为什么 说不了一个人的对话 我的姑娘对话 对话 我是小蒋 我是小蒋今天发现了一个超超超离谱的事情 前几天因为分手退油了蛋仔 然后今晚做完作业刷快手的时候 看见个周年庆版本的蛋仔 想着蛋仔怎么更新这么快就下个小号玩玩 进来之后我惊呆了 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皮肤啊 救命啊 我长这么大头 一直进城 从没见过这么华丽的东西 重点是这是谁的号啊 就在我们圈想发个表情的时候 不是吧 这是啥 这是秃秃车吧 天啊 我以前只坐过别人的秃秃车 从来没有自己拥有过 这也太酷了 然后就突然觉得有秃秃车 跟大闪蓝分手也没什么不开心的了 毕竟有这么多满大街的帅哥围着我跑 等等 如果有秃秃车的话 那我的背包呢 我天啊 我直接闷了 我是乡下土包子 从没见过有这么多衣服的大城市场面啊 还有好多我连见都没见过的第一赛季铠甲 这都是啥啊 超级激动水动啊 今天先不移谋了 明天晚上再移谋吧 咱就是说 刚以你一个周年庆办这么大嘛 你们快来左下角看看啊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天吃雪人 考虑了很久 再见了这个美丽的时间 最近作品没人点赞 偷大闪蓝 淋花钱冲的六七八 竟然又是大宝蓝 和他一起端赛季盲盒 结果大舌弹第一个失联就出了隐藏 眼红为什么大舌弹比我哦 以后不玩了 有谁要这个账号吗 妈妈也太哦了 我一百五十抽的大宝蓝 才出的隐藏 再见了蛋再倒 哈哈被吓到了吧 网易刚改了盲盒政策 以后宝蓝少二十抽 我可不舍得我的新皮肤 不过最近大舌弹很奇怪 竟然背着我偷偷撩命 美女可以做我一天女朋友吗 美女 要是被小蒋看到了怎么办 没事 咱们悄悄搞暧昧 别人好像看不见 好好好 让你俩私下暧昧约会 当我小蒋吃素的是吧 不是我妞呢 谁打扰我弹琴出来 这个家伙是多少 有点愚蠢在身上呢 是谁打扰我和美女弹琴出来 我的小舅舅 好是你吧 僵使博士遭老罪吧 大傻蛋我才是小蒋 认错人罚款一万大币 一一一 我的零花钱 敢不敢和大傻蛋一起端盲盒 看看你俩谁的哦 当然是我啊 去你的 老婆们拿大傻蛋零花钱和他一起端门盒 结果天知道大傻蛋一发十连就出了个台 凭什么大傻蛋为什么一起这么好 第二个十连 为什么他是紫皮 我是蓝皮 完了大包底了 大傻蛋上交一年零花钱 我出个紫皮 好好好 网易需要这样玩是吧 大傻蛋单身十年出个 此刻我吸光了大傻蛋 欧气一路飙升 网易还会可怜他给他小兔子 继续继续冲冲冲冲 第六个十连 我俩账号一起出了紫光 看来这个抽盲盒还是有点勃概率的 我们都为了加快进度跳过了动画 怎么又是蓝皮啊 天天好远蓝 啊 我账号出小雪怪了 第八十抽了家蛋们 网易真怕不是要给我大保底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见财 继续第一百抽 我的天哪居然神童不一起出了之争 等等 大小蛋一百一十抽 第一发就出了隐藏 为什么啊 大小蛋一发就中财 女王你好匹 给我弃庸了家人们 有想玩主播账号的宝贝吗 悠悠你小蒋还抽上皮肤了 现在没人记得你了 还想单挑我呢 做饼餐十个点赞的过期主播还玩蛋仔 你看根本没人报名吧 谁说的有这么多人报名 我家小蒋要命不要 哇飞得好远 是谁谁干的 让我找到你就死定了 他竟然没发现我了 一会儿咱们这样这样这样 不好身份暴露了 小僵尸又杀死你 能不要打我帅气的脸庞吗 我还要靠 我可是凤凰蛋怕不怕 鸡蛋不会是某个喜欢吹牛皮的小孩吧 小蛋凤凰蛋肯定比你厉害 你需要加油试试针让我上 对大小蛋打他打他快打 好多好多 阳光女美的 宫情美的 笑容女美的 爱的美美的 他们的天下是我的爱 今天在大厅吃恐龙蛋 一个制真皮肤晶晶走上前来 再三确认后缓缓打了个 6 好吃吗 香的嘞 那是我儿子 能够香吗 干嘛吃我儿子 别生气 我给您老表演个杂技 这什么玩意儿 我表演的不好 遇到个傻晶晶 真会有气 新赛季了宝贝们 先去小黑屋摘个皇冠 然后去盲盒店试试手气 看看单抽能不能出奇迹 结果 咋凌晨的大厅 这么多人民币啊 突然觉得 我身上的小羊不香了 嗨 运气真差 盲盒一个没中 还分手了 要是我有暴龙仔在就好了 你说的是我身上的这个恐龙 这个赛季才刚开始啊 你怎么就有制真恐龙了 请叫我课金大佬 羡慕了 因为我不想课金 还没有恐龙皮肤 哈哈哈哈 羡慕吧 这个赛季的整套制真皮肤 我都急起了 真的吗 跟小蒋一样 想要恐龙皮肤的宝子们注意 现在到左下角下载 更新到皮蛋结版本 就能收到皮蛋的隐藏生日礼物 走 请赛季带你上分 给你展示一下 我仔仔的实力 上来就是划船 三十走着巧姐给你露一手 你们这群小子划得挺快 不过记住JK妹前妻是无敌的 我来 很好 咱们也是很顺利的 来到了决赛 星图中间还会喷火 我屁股大 我屁股炸了 屁股又冒火了 是谁说带我上分的 我不说 关键时刻还得靠近 跟毛 回大厅后发现三十不见了 去小黑屋找找 结果 大胆妖灭 死创了老改蛋的地盘 真是一点没法我们放在眼里 你 你们想干嘛 住手 放开那个女孩 有什么事冲过来 三十你走吧 别管我 兄弟们给我打 都不许伤害她 都不许伤害 小 小姐 兄弟们撤 三 三十 小 小姐 你 你想起我了吗 我还记得 你喜欢做我的兔子 喜欢听我弹琴 那 可以再为我弹奏一曲吗 我是小蒋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肯德基的时候 上来的小黑蛋 对我疯狂是爱 快尝尝我这个 你以为我傻 还必胜客 如果我不演瞎的话 这大概是皮萨吧 拿了 你 对这 黑了 三十 溜了溜了 等等 我的头突然好晕 起来吧 三十别装了 再不吱声就打你了 三 三十 这种情况 不会让我人不呼吸吧 三十你可不能嘎呀 咱俩都还没结婚呢 我的头好疼 这是哪里呀 这是医院啊 笨蛋 你刚才晕倒了 我 我怎么又晕倒了 刚才我们在大厅的时候 你就突然晕倒了 是吗 怪不得这个地方 感觉以前来过 那 那你有想起来我吗 我也不太清楚 看来在他心里 我也没那么重要吧 不然怎么会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啊 小蒋我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了 你记起我了吗 想清楚我是怎么拿到暴龙宰宰的 哈哈 小蒋和医生 你们俩都没有吧 我可是单抽一次 就出了暴龙宰宰 怎么样 这个消息放在整个淡宰岛 也是很诈力的 羡慕我吧 你这是中度脑震的 你的每一次头痛 脑子里闪现的画面 都是你之前的记忆 每次头痛 表示你的记忆在恢复 我知道了 小姑娘 陪一陪你男朋友 她就恢复了 我 她不是我女朋友啊 医生 人家才是三十 嘎嘎嘎的女朋友 脚踏两只船的奶袋 刺激 无语 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咱不离 吕茶 我带你去打卡 第一 三十嘎嘎 人家怀了 你孩子 你去 吕茶什么时候又跟来了 三十居然带我玩这张图 没头脑和不开心 又出第二步了 三个人凑不出一张脑袋 还是老年车适合我 开局选择阵营进行分组 PK 不好意思开得太急 吕茶只能一人共有奋战 来自吕茶的祝福 三十嘎嘎 人家也想跟你一对 三十弟弟真厉害 狗粮一吃吧 等个吧 把设下来的苹果放进筐里 最新积满十分的队伍获胜 十分以满座光圈去下一关 吕茶单打独斗 他肯定 为什么他一个人比我们俩快 肯定是你小蒋太太 偷我货 快点吧 吕茶又叫了个姐妹 这里设计成色才算分 看你带我玩的什么破图 自己都玩不明白 别废话赶紧帮我弹进篮球框 也是一样的 要十分才能获胜 OK轻松过关 开玩笑 我可是灌篮高手 白妈卡屁股的救命 你不是可能了吗 咋不给自己屁股救出来 坐上和平的小飞机 两关后就可以抵达小车车 别跟我抢 都是我的 冲冲冲快开啊 你个破篮车 回大厅后 咱们三一起坐着 哎 难游体验卡只有一天吗 今天就快过完了 有点小失落 咿咿咿 三十该该 今天小奖当了你一天的女朋友 人家也想体验一天 咿咿咿 明天换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样 嘿 所有人给我站一边 因为超人强我要出现 举手投资我就是帅 好的 帅男了 从头帅到脚指见 我是小奖 今天在大厅吃星球杯的时候 一个黑弹拿这个炸弹走到我脸上 这个比你手上的好 你以为我傻啊 这不是低雷吗 你看错了 这是糖葫芦 倒洞水 快尝尝 糖葫芦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这一段不能播 三十 你故意的吧 赶紧给老娘道歉 我真的生气了 那个恋恋才不要 不道歉是吧 那你做我一天的男朋友 这 色极有料 你这是在向我表白吗 有瓜 不确 再看一眼 等等 为什么才可以 为我想用一天时间找回你的记忆 就在这个暧昧的时刻 三十该该 鸣鸣鸣 三十该该 你怎么可以和这个鸡块佛娘亲亲啊 你难道忘了吗 那天在病床上 本编台可是献出了自己的初吻 对你要死要活 用了好久的人工呼吸 才给你就回来的 你可不能背着我 找其他女蛋 敬爆 那天明明是医生一屁股坐我头上 给我坐下 调讲咱们不理这个边台茶茶 走我带你去打卡地图 三十该该 别丢下人家啊 三十 是你拉的茶茶吗 姐姐我这么乖 当然是想跟你过二人世界了 别贫嘴了 那我开咯 三十该该 一进地图 这是什么奇怪的姿势啊 三十该该怎么是恐怖图啊 人家好怕怕 你害怕可以直接退 救命怎么电视机里还有个阿飘啊 三十该该抱抱我 什么小姐害怕 问题不到我会出发 你算是该该 禁止奔跑 那我跑起来会怎样 抄 前面有个阿飘 小姐快跑 我那茶茶对人也飘 三十三十 眼神不好使我谢谢你 刚刚是不是你 把我认成了茶茶 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这个一次性男友一定要尽好今天的职责 我抱着你过 音音音三十该该 等等我 音音音三十该该 有阿飘过来了 人家好怕 三十该该 音音音 怎么地上有血迹 有阿飘 音音音三十该该快跑 赶一个吧 你 带我去拿加特林武器 冲冲冲冲冲冲 好的 终于安静了 那个变态茶茶不会跟上来了吧 三十你咋头顶直冒汗呀 我头有点晕 好像这个场景很熟悉 想起了什么 却又记不清了 那 那有想起来我吗 就只想起来那个被我嘎掉的 有点失望 看来在他心里可能我没有那么重要吧 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知名花躺 结果看见对狗男女在秀恩爱 等等这个黑蛋的背影好眼熟 这不是三十吗 男高蛋果然帅气又受欢迎 这么亲密 看来是他女朋友吧 祝贺祝贺啊 宝宝蛋小小年纪就有女朋友了 就我还单身呢 咋突然感觉心里酸酸的 三十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你是谁 您来勾搭我的男蛋 一看就是个小绿茶 有女朋友这么快就忘记我了 以后离我的男蛋远点 感情我才是小三啊 心情有点低落 昨天宝宝蛋还叫我姐姐来着 姐姐以后我只跟你玩 今天他就 哦 是我自作多情 看来送我这个水壶也不是因为他喜欢我 还是卖了吧 免得误会 不好意思 这个已经由主人无法回烧 好吧 你怎么了 三 三十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不是吧 他不会脑子被门夹了吧 居然不记得我 你不开心吗 是不是因为没有拿到小羊呀 放心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 我一发就抽中了小羊 而且还是用路上捡来的蛋饼 怎么样 羡慕吧 更难受了 我都没有 这里人太多了 你跟我来 我想把这个水壶卖掉 可是老板不收 他说这个水壶上印了小蒋的名字 无法出售了 没关系 你不想要了 那给我吧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杯子 今天咱们做个交换 别不开心了 你咋不去陪你的茶茶了 他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头好疼 你怎么了 三十 我不知道 昨天对不起 我不知道 茶茶竟然那样对你 我跟她不是情侣关系 我替她给你道歉 昨天我醒来后 就发现自己在茶茶的床上 什么也想不起 难道 是那天掉下悬崖 太失忆了 好像错怪她了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去打卡地图吧 失去的记忆 就让我来赔你补全 这 这是什么地方好浪漫 这是咱们经常打卡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你偏要抱着我 觉得我太笨了 自己过不去 知道 你喜欢我抱着你 陪你一起打卡 我 臭命 这我该怎么回答 宝宝带你多想 我就真是带你 陪你附近 谢谢你今天陪我 我很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 跟女生打卡拍照 不客气 那你以后 还会经常带我 打卡地图与拍照吗 当然巅峰赛 也没问题 但可能要你带我咯 我技术可能不太行 然后 带你拍个好玩的 什么 跟我来就知道了 他居然对我送花 不会对我有意思吧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洞耗子 结果 耗子复活了 说什么是耗子 我怎么被复卫到这里了 还有个老男人 看我吃饭 看我吃饭 超 遇到个娘炮 你说谁 他是娘炮呢 大哥饶命 鸡蛋牙大胳膊 有点阴帽 我明明不是自愿看的 你们信吗 姐姐 你怎么不开心呀 三十块带我上分 寻开心 你认真的吗 V米五十 哥 现在就走 果然还是经不住老娘的诱惑 收到宝宝 凤凰蛋的邀请 羡慕吧 我天天跟你们家三十哥哥玩 他还是个超多皮肤 有兔兔车的顶级凤凰大佬 开局直接去找三十送我超级起步 你嫂子 抱别人是什么意思 他还是这么好鸡 抱着我就是送了个超级起步 冲啊 不能拖后腿 哈哈 终点我来了 哪个眼睹路撞我 送我的超级起步 直接变成超级退步 滚动一开 通通闪开 偷袭一个球搞偷袭 那个三脚猫的功夫 还是看我传送球 哇哇哇 啊 传了个寂寞 不行我要认真了 每次三十带我玩都给他掉分 眼睁睁的看着他从凤凰蛋掉到了恐龙蛋 他却没有一丝怨言 我看着鹅蛋掉分都心疼 那他肯定更心疼吧 一个是凤凰 一个是鹅蛋 两个悬殊的差异 注定不能一起玩 我还是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吧 不是你个傻蛋 干嘛又邀请我啊 是嫌自己分掉的不够吗 后来的每一把他都送我超级起步 我也有很认真的在完成比赛 可惜我太慢了 就只差一点 还未冲进前五十又被淘汰 他发了风势的不断的邀请我 一局又一局不断的带我上分 可我却 说实话没感动都是假的 怎么会有这么好心的蛋啊 咱们不停的开双台直到带我成功国贯 有被这个宝宝蛋帅到 回到大厅后我特别的自责 南高蛋我拖你后腿了 你会不会不开心啊 蛋仔不是打打杀杀 蛋仔是人情事故 傻瓜 咱们不也是在蛋仔相识的吗 你咋对我这么好 记得为我问我是就好 你料的就好 所以姐姐今晚能接我电话了吗 他 他什么意思 我发现你像个小奶狗 老是粘着我干嘛 我怕无事没到手 你跑了 金兵 前转问着春风吹着火啦 前转问着物感向善你啦